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 显示文件来源路径 Mac OS X 中的 Finder 视窗 可以让你浏览、辨识文件、档案以及应用程式 当你想要更进一步使用 Finder 时 有些方式可以显示出文件的来源路径 也就是所在位置 让我一一向您说明 首先,我先开启一个 Finder 视窗 这是某个放在桌面的文件捷径 我也许不知道这个文件的路径 我可以按下快捷键 Command 或是 Control 然后点击档案名称,就可以看到路径了 还有两种方法可以显示路径资讯 要是我希望可以一直显示路径 我可以点选显示方式、显示路径列 这样,在每个 Finder 视窗下方都会出现路径列 我可以任意的点选搜寻 我还可以设定工具列 让工具列显示路径 我只要将游标移到工具列 然后按下滑鼠右键 点选自定工具列 然后将路径使用拖拉放的方式 拉到工具列上 我就可以点选该图示来显示路径了 想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 欢迎造访 C-Mac 特别有评论